都是年輕人的 所以我們有未來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慈禀姐安排我發言 我是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理事 也是自由雕塑公園的理事之一 來美國這麼多年 我都是在美西參加各種紀念活動和反共活動 今年因為工作的原因 然後就到這邊來第一次參加美東舉辦的紀念六四的活動 非常感謝全美學資聯 魏京生基金會還有對話中國中國民主黨等等美東這邊的組織 來每年都堅持搞這個活動 幾年來我從海外的新人小兵 跟隨前輩們的腳步 逐漸成為多個組織的成員 那麼也參與了很多反共的活動 也在那邊組織了很多的反共活動 今天站在這裡呢 作為中國民主教基金會的理事和自由雕塑公園的理事 我還是蠻多感觸的 紀念六四已經33年了 33年來呢 好像我們什麼話都說過了 但是好像又並沒有帶來任何改變 六四在中國大陸依然是一個被禁止的詞 而且擴大至香港 香港之前是中國大陸唯一可以紀念六四的地方 如今呢這片土地也淪陷了 這真是一大悲哀 但是呢 那麗群姐剛才也說了 今年台灣接過了這個旗幟 那麼台灣今年進行了大型的紀念活動 這是讓我們感到 還是能感到一絲欣慰的 不過無論中共當局如何禁止 六四的意義無法被消滅 六四的意義永遠都存在 我參加海外民運這些年來呢 我看到的是一份堅守 看到的是海外民運人士對推進中國民主憲政的一份責任 在美西有中國民主教基金會 在美中這邊衛京生基金會啊 包括我所參與的很多活動的中國民主黨啊 對話援助協會啊 還有人道中國啊 民主中國陣線 支黨聯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的民運團體 都在一直堅持用不同的方式方法 發出自己的聲音 雖然總是被人詬病 污衊迫害 傷害 但是從沒有停止過 這其實是難能可貴的 在中共暴政 泛濫猖獗的當今世界 我們看到受到迫害的不僅僅是中國大陸人 西藏 維吾爾 香港 台灣 甚至世界的各個地方 凡是中共魔爪能觸及到的地方 他們都不會放過 他們也不會放過海外民運的滲透 他們也不會放過對海外民運人士的迫害 前一陣李進進律師被害 還有自由雕塑公園的習病毒雕塑被燒毀 說明中共的慘暴和狠毒 同時也證明民運這麼多年的堅持 讓中共膽怯 慈平大姐剛才說了 總是有人說海外民運這麼多年 有什麼用呢 沒有什麼對中共的政權沒有多大的撼動 但是其實不對 他們做的這些事就恰恰證明了他們的膽怯 他們很在乎海外民運一直堅持以來的發聲 他們採用了極端手段 讓更多的人認清了他們的仇惡嘴臉 越來越多的民主國家醒悟過來 對中共特務的抓捕 讓一些蝦兵蟹將嚇破了膽 也許大家最近在推上也看到了 那自由雕塑公園 因為FBI抓獲了他們一些燒毀雕塑的人 那麼有一些小的那個特務就嚇破了膽 主動去投案自首 而且據我所知 還有一些小特務在自首的路上 所以中共的政權已經岌岌可危 冤假錯案層出不窮 草菅人命顛倒黑白 製造病毒 危害世界 清零管控 剝奪人權 這一切的一切都顯示出 他們是窮途末路在做垂死掙扎 而我們就要做壓垮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不為權貴唱讚歌 只為蒼生說人話 中國的民主運動 雖然今天看起來似乎希望渺茫 但是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 光明依然存在 所以我堅持認為 即使是在中國國內 八九民運的精神依然會維持下去 今天我作為海外民運團體 其中的一分子感到自豪 同時也感到應該承擔一份責任 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讓我們每個人都做一盞自由的燭光 這燭光會匯聚成一把把火炬 連成火海 把獨裁暴政葬送在正義的火海中 把獨裁暴君燒成灰燼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鼓動工作